溫和食肚又好吃的蠔油 採出鱸魚片材料如下 大家趕快截圖下來喔 來 我們快速出菜 魚真的 沒有 我們等一下呢 會用過油的方式 來讓那個魚快速熟化 這是過油 對... 這個魚呢 我們用米酒 白胡椒跟鹽巴 先抓一點去熟 然後我們這已經用過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同一時間 就準備一個太白粉 然後等一下呢 就是沾過之後把它定型 那我們等一下會用果醬汁的方式 所以我們醬很簡單 這種事情我們直接用花花來吃 你確定 這種植大月 我們先把蠔油加進去 好 加多少 我就要提供 好 好 再來呢 就是來一點點醬油 笑手別太重啊 比較喜歡甜一點的 甜口一點 蠔油可以多一點 那你要多少... 那如果說你喜歡 醬香味啊 甜口 那就一比一左右 一比一 一比一 差不多 差不多 糖的部分也可以加一點點 糖 但是因為可以 因為蠔油裡面有甜味 是 那一樣 它只是為了讓鹹度可以溫和 可以加一點點的糖 對 少許就好了喔 是 混在一起 一片放進來 除火就是除火 白白粉其實它的好處就是它脆化 那如果我們今天用的是地瓜粉 它是酥 而不是脆 有問題用太高就對了 用太高 慢慢地去熟化它 就有聞感覺好像在吃那個 那個叫肉圓那個時候 低溫的感覺 對... 大概就是等它 等待 等待 等的時候你要帶來一首 什麼樣的歌曲 帶來一首我的主題曲 是 什麼 生日快樂 好愛比喻生日快樂 幸福 一幸福 剛好在今天生日的觀眾朋友 很幸福 很幸福 除風把最後歌獻給大家 十分卡彈可樂 可樂 他很快 有這個... 有氣泡... 對有氣泡... 要開胸口 要開胸口 算了... 好 我的歌聲已經不是可樂可以救了 可樂 所以剛剛等一段時間就可以翻面了 對 翻面然後讓它可以脆化 就是讓很多魚先熟化就好了 你如果說油不夠 它沒辦法包覆 那你熟化就會比較慢 但如果說你油夠多的時候 其實它有點像 把它整個溫度包住 它的受熱就會比較均勻 也比較快速熟化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做中餐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師傅都先過油 過油之後它放在旁邊 然後再去炒它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它的青椒 甜椒比較漂亮 也可以把它放去過一下油 它溫度沾成油之後 會亮亮的比較漂亮 這時候我們就把魚片拿起來 先擺旁邊 擺旁邊 是不是不一樣 對 我們再也不是涼拌節目了 觀眾朋友都已經習慣了吃涼拌 弄這個熱菜我們不太習慣了 那我們這邊就不要管了 我們這邊裡面用它剩餘的油就好了 我們就把洋蔥搭進來 好 炒一下 把它炒香 有時候我們在爆香的時候 會看的是它的顏色 它比如說有點焦焦的就叫爆香 但如果你今天要做醬汁 你要讓它甜的話 你要看到洋蔥變軟 怎麼樣去判斷它變軟 就在旁邊開始產生透明的顏色 有水的感覺 有水的感覺 對 你看有沒有它開始透明了對不對 透明了之後 我們這時候就把我們的醬汁丟進來 真的有水嗎 對啊 丟進來之後呢 好 我們這也不要浪費喔 我們用水 適量的水 對 勤儉持家 對啊 然後醬汁炒過 它的醬香味會比較夠 那我們有時候說鍋氣鍋氣 這時候就會產生 因為它的焦糖去濃縮 它裡面都有甜味嘛 然後焦糖會產生之後 其實就會產生一個 無形中的鍋氣 所以你聞那個醬香味就很夠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來把水 加進去 好 這就是主要的醬汁了 我們來試一下味道 有滾就可以試味道 對 好 可以喔 很酥 我們等一下呢 其實這已經熟化了 這個還沒熟 所以我們這個就只要加進去 這熟再加 鹽醬 鹽醬下去 那只要微微熟就好 它也不能過熟 要不然它的那個 軟掉 口感就不好 我們就讓它 大概過一下就好了 是 這樣叫翻鍋 這樣叫翻鍋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第一次翻得動 這個翻得動 我有讚嘆 你有讚嘆 你不是因為我看你翻那麼多次 就沒有那麼讚嘆 他那個熟化了 那我們注意看它顏色的變化 對 這個時候它會比較實成 有沒有 比較沒有亮度 對 當然如果你今天要看它熟化的時候 你注意看它開始 這邊會開始產生亮度了 那就表示差不多了 那再下去它就會軟 對 那它的那個比較 大家不喜歡的味道就會產生 這時候我們就把 魚就可以下去了 放下去就好了 魚之間也調味過了 就調味過了 然後裹一下醬汁 好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好快喔 好 我們這時候 我們再加一點點鹽巴來做調味 再夠調味 然後如果你要胡椒也可以 也可以加一點胡椒 都是一點點耶 真的很少耶 都一點點 下手很保守耶 對 然後呢 香油 要讓它亮度產生 這是剛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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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突然亂間收手 對 有畫面 確定沒有啦 這是全新的全新 算你已經撈起來了 然後為了要配色呢 我們旁邊還有這個燙過的 好 四季豆 四季豆 燙過了 已經熟了是不是 對 不想我以為是沖斷 對 然後我們也是讓它熱一下就可以了 顏色配得很好看 還是有 輕輕的拌一下 輕輕的拌一下 紅紅綠 然後你的魚片 還是保留整片 對 不會散 很爛爛的 對 為什麼 你注意看 很多廚師會把它放在 不要逞強 不要逞強 但為什麼要放在這裡 因為盤子要有熱度 跟牛排一樣 煮咖啡溫杯那個意思 對 一樣意思 那它其實這爐子就有熱度 那你盤子就有熱度的時候 你的食物就不會冷掉 不會那麼快冷 不會那麼快冷 然後我們通常都會把肉片放上來 是這樣子 對... 其實基本上這樣就好了啦 其實是算快的一道料理 非常快 所以我廢話比較多而已 神秘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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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要你做 基本上我們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你試一下都不放進去 因為我們法餐啊 講求就是留白的部分 這個 這個我幫大家帶來的 蠔油彩酥鱸魚片 開播到今天 我們算幾十點 是第一次吃到 BREAD做的這個意思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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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第一次 天啊 蠔油彩酥鱸魚片 好好吃喔 對... 對... 他把那個甜椒 控制得好棒喔 他的甜度已經出來了 然後還可以那麼脆 對... 然後他也看到那個甜椒的 那個可怕的味道沒有 對... 繼續講 你們朋友越來越高了 這個鱸魚 鱸魚吃起來真的超過 對鱸魚本身的印象 對... 真的 便宜的鱸魚 對... 再繼續講 沒有啦 其實就只有這樣子 對... 他也就只有一個食材而已 你個人就這樣而已 好啦 我覺得今天開心 教大家做一些簡單的料理 四季都還滿厲害的 對啊 因為我們四季都很後面才放進去 我想說應該會有點生生的 結果沒有 沒有吃到那種生生的菜味 真的 而且沒想到用這麼簡單的那種爐子 也可以做出這樣的味道 對啊... 真的還是滿高興吃到你的料理 對啊 也知道BREAD不是浪得虛名 對啊 簡單比劃一下是真的還不錯 對你的崇拜已經是越來越加深了 我也是 對啊 本來真的是很懷疑你是這個 名過於時的 只是名氣大 實力並沒有那麼堅強 怎麼會這樣說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沒有吃過你煮過 我還是不會上當的 五彩魚本 跟起司 對啊 我還是不會邀請你們來我家的 好 好 那這樣就... 不需要多說啦 謝謝 來 您的參加 謝謝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 舊舊董事長 殺他... 可以殺他 難過 沒有啦 沒有啦 喜歡我們這集的內容嗎 現在要做的就是 按讚訂閱加上小鈴鐺 跟著我們一起 ChoCho 快點...